大家好,今天分享早餐吐司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吐司好看,而且营养丰富 做法也非常简单,看一看想不想吃,可好吃了 这是我准备的食材 把甜椒清洗干净,去除里面的籽 先切成长条,再切成小丁 火腿肠同样切成小丁 把小葱切成末,不喜欢吃葱的可以不放 全部切好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现成的吐司片 用刀把边缘切出来 中间的部分拿出来,像这样准备四片 不粘锅里倒一点油 先倒入豌豆,玉米,胡萝卜丁,甜椒和腿肠 翻炒均匀 再加入葱花,翻炒 盛出来放在碗里,稍微晾凉 再打入两个鸡蛋 混合一起搅拌均匀 加一点盐,调味 不粘锅里刷一点油 我用的是黄油 黄油煎出来的吐司更好吃 先把吐司的边缘放到锅里 再放入混合好的鸡蛋液 喜欢吃芝士的可以加一片芝士片 再把中间吐司的部分盖上去 用铲子轻轻地按压 底部煎至定型金黄色 再翻面 两面都煎至上色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片盐质高又营养的吐司片就做好了 依次把剩下的三个都做好 一份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 一份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吃 关注我下次再见